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报道 专家 民变加政变 习近平2024年如坐针毡 进入2024年 海外观察人士纷纷对中国政局进行展望 旅澳中国学者冯崇义认为 中国经济复苏无望 年轻人失业或加剧民间抗共 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中找亲信当替罪羊 也会引发祸起消强 2024年有发生民变和政变的可能 当局也预估到这一点 如今如坐针毡 经济不景弃 青年失业 民怨急升 促抗争演变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 1月2日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 2024年 中国经济没有改观的任何可能性 民怨会进一步加深 整个经济断崖式的衰退 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中国的民生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找不到工作 会积累他们的怨愤 从2023年8月起 中共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 最后一次停留在7月份 高达21.3% 创下历史新高 12月15日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连串经济数据 青年失业率却继续缺失 过去一年 面对实际上日益高涨的青年失业潮 中国青年大面积走向躺平 比较突出的是啃老或当全职儿女 但冯崇义认为 随着形势变化 这种情况也会变 反抗的模式 原来就是用消极的 就是躺平 躺平是要有条件的 就是我不干活 还可以养家糊口 还可以有存的钱来过日子 他进一步说 经济没有复苏 人们原来的积蓄花玩 只想躺平也不行了 民间不一样的反抗方式会展开 随着坐吃山空 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危急 社会反抗会更加普遍 方式会五花八门 中共特务治国国以布国 今年会到处都是星火 最近中共政法委 公安部频频就社会维稳表态 加大镇压民间抗争的力度 国安部更是罕见冲上前台 介入经济管理 又发布全民保密清单 冯崇毅表示 习近平政权现在搞特务治国 其实是国以布国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 国安部的部长 直接参加经济工作会议 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加大了对民间反抗的镇压 就连经济学家都不能讲中国经济不好 言论被禁止 然后统计局不能公布失业的数据 很多正常的 国家机构性的功能丧失 说明这个国家不是按照正常的功能 去运作 按特务来管 他表示 中共本来有了城管队伍 又组建农管队 还组建了中央社会工作部 设计新的岗位来防范民间的反抗 这样会加剧社会的冲突 官民冲突在今年烈度会加大 冯崇毅以往就曾向大纪元提出 中国变天需要民变 兵变和政变相互反映 变成共振 1月2日 他向大纪元表示 就明天而言 虽然无法预测 今年会不会产生 具有全局性的 全国性的抗争 但是地方性的抗争一定有 会到处都是新火 但是会不会燎原 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这种趋势 走到哪一步 不知道 洗澡替罪羊 或霍起萧墙 中南海暗潮汹涌 至于政变 冯崇毅说 如果在民间产生新的冲突之下 官场也会有新的震荡 去年有火箭军 外交部 还有国防部 那么多人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就这样失踪了 今年还会有更大的震荡 被拿下的 这些人会级别更高 怎么个动法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个大趋势 就是中南海里头 会有暗潮汹涌 他分析说 习家军之间的争斗 还有习跟手下之间的杀戮 将会开始 因为习总要找人为他做替罪羊 待他受过 时间长了 会引起他的亲信的不满 造成获起萧墙 因为内外交困 习会找人当替罪羊 但是会有一些人不愿意当替罪羊 那些人当打手拿好处扩大权势 他们会继续去做 但是一旦要把他们当替罪羊 他们也有可能反抗 会获起萧墙 这种可能性会存在 变天难防 习近平如坐针毡 中共政治局于2023年12月21日至22日 召开所谓专题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称 解决矛盾和问题时 要注重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 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 防止非政治性风险 转化为政治风险 冯崇义表示 从官方发表的文字看 显然他预估到了 必须避免非政治性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 非政治事件的范围很广 股灾 房地产这些事情 经济类 社会类的东西 叫非政治 所谓政治类 就是像白纸革命那一类的 要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直接把矛头指向习近平 指向共产党 到习灭共 他说 习近平要防范 非政治性的抗议 转变成政治运动 也就是防止出现颜色革命 但是真正变天 时刻来临时 人民形成大规模的抗争 他们会防不住 共产党政权在全世界 现在三五个 中国这个后集权 如果再面临像8964那样的反抗 它是压不住的 因为那时候 邓小平这些老军头还在 那些力量还在 民众对政权的幻想还在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这些条件都没有了 如果再出现那样的颜色革命 共产党会被推翻掉 导习灭共的目标会实现 所以可以想象 习近平是如坐针毡的 谢谢收听